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 这活动也太适合我了吧 毕竟让我数数我这30天有多少考试 我想这不太巧了吗 正好可以记录我从努力复习到...到...到... 让我们记住这个月第一个Vlog的主题 那就是在国外大学图书馆过夜 我直接从来没有过夜过 毕竟我们这学校图书馆比较懒 直到考试的最后一个月 它才会24小时开放 所以什么 凌晨四点图书馆全都是学习的人 直到日常时候不存在的 所以身为大一的我 我也不知道我们学校 凌晨四点图书馆到底有没有那么多人 那么 祝我好运 我们图书馆见 OK 现在是凌晨的两点钟 OK 现在是凌晨的两点钟 一个鲨鱼真的很尴尬 我刚刚是在炉山打叫 刚刚应该是在炉山打叫 精致的 太精致了 我们转进去 因为明镜也太色了 偷偷拍啊 那都已经基本面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学校主图书馆 现在四点 应该是四点半了 还有都好像剩下了 邦尼同学 还有Dr.10同学 我脑袋疼 我脑袋疼 从学校主图书馆走出来之后 能看到一个圆形的线 还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合反应堆 据说我们图书馆的供电和工科的那一栋楼的供电 都是由这个合反应堆提供的 一翻转之后我又回到了最开始的这个移工图书馆 我的第一个组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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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计划在这里等下来 打算今天的话 因为明天早上没课 可以晚一点 可以到两三点 是不是和小姐姐聊天才聊太多了 不 最近都在和你聊天 啊 是吗 扎然 我怎么 我记得上一次聊天还是一个月以前 为什么哭啊 Fucks 我觉得 太尴尬了 这一场采访 现在是这个凌晨的六点半 六点半 去四点半 就是四点钟左右 又过去两天了之后 现在还是什么好人 好 怎么就是 还没有到定中beitet时间表 定有几年前了 到现在他们已经有得识系的语言主 说实话 其实我推卦馆完还没有那么多人 连晨2点多的时候 我们还在学习 4点多的时候就基本一点都回家了 然后能待到4点半以后 基本上就在这带通宵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期Vlog全累了 感谢大家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